台灣特色小吃米糕 還有互動攤位遊戲 來自國立高雄參旅大學 在加拿大漢堡學院的交換學生 策劃台灣文化日 邀請加拿大當地友人及台橋參與 也進一步扮演了 台灣青年大使的角色 每一年他們都會有介紹台灣文化的一個機會 然後這一次就是讓我們舉辦了台灣文化週 然後我們這次的主題 就是不想和其他去年的往年的主題一樣 所以我們就想出了一個燈會的主題 就跟以往不同 這樣子的活動不僅是讓我們從台灣來的去 是有一個機會可以在加拿大的漢堡大學 例如唸讀書實習 同時也藉著這個交流的計劃 就是帶動了一些周邊的運動 高參大參旅學院院長許立偉認為 學生交流計劃對於學生的文化體驗 語言等有很大的幫助 也會在計劃推動十年後 進一步擴大合作層面 加拿大漢堡學院參旅學院院長 則是盛讚高參學生 既勇敢又樂於學習 高雄參旅大學和加拿大漢堡學院參旅學院 透過雙下合作關係 多層面的交換與交流 不僅是學生在學術方面能有所收穫 多倫多駐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 許永梅也表示 藉由台灣文化日帶動在加拿大台灣人士的參與 讓彼此更認識台灣的文化促進流移 你怎麼收到他的家旅路 也不講明 不講明 在劉院的書館 內裝在產 buttons 證明 獄 並記者 中國 人